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更糟糕的地方 更糟糕 比中国更糟糕 好想知道哪里 美国 美国被中国糟糕 高兴了吗 因为徐老师 我们俩都看了 所以我今天想讲一个美剧 这个美剧翻译的名字叫国土安全 Homeland 现在已经有两季了 那么我就说 为了防止人家没看过的人 透露了我们透露了剧情 人家再看没意思 我们姑且先说第一季 我们先不说第二季的故事 第一季就剧透了 哎 这也没有办法 但是看仍然是很精彩 我想说啊 就是说他这个 我的话题是什么啊 就是说从国土安全这部美剧啊 我想说说美国的伟大 你刚才说一下中国 是中国的伟大吗 他的伟大就在于 他可以说自己很糟糕 我说的其实 哎 又婷你先说你的观感 他也是发烧 你是不是被 你就是被美国这种最洗脑的人 看完以后就觉得 哇 你可以说美国很糟糕 他其实就是要告诉你 他很伟大 对不对 其实美剧所有的 好莱坞的电影或者是电视 都是要告诉大家美国很伟大 他们用一种很自由的氛围 但是其实是传达这种 我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就拿这个美国的电影啊 你记得很久很早以前叫 Air Force One 空军一号 你知道那个总统在那个被截击了 然后他在那个飞机上 可以跟恐怖分子对打 然后呢他可以把恐怖分子踢下飞机 还可以开飞机 最后还可以安全着陆 把全世界救了这样 对 而且你知道这个空军一号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 这个总统在被威胁到 讹诈到关键一刻的时候 他宁愿不管国家呀 他要他妻子的家人的安全 真的 这个东西啊 这部电影太经典 在于就是他们 就是很明显的好莱坞在copy 他们美国的这种 所谓的一种美国梦的精神啦 告诉大家自由之可贵啊 就是他们的主旋律 他们每次都畅想他们的主旋律 唱的比较高明 今年是林肯 真的 Spierberg又拍了一个林肯啊 歌颂 就很多人 还有个Argo Argo也是啊 讲他自己的一个外交胜利 对 是一个这么秘密 你当初不可告人的秘密 现在解密还高 其实就是告诉你 美国人当初我们用这种方法 都可以把人质救回来 而且真的就说明过去咱们就说 好莱坞救了美国是吧 在Argo就是救身行动 就当年从伊拉克救人质 从公布出来的史料看 确实是好莱坞的手段 救出了这几个人质 模仿了一个假造了一个电影摄影队啊 到伊拉克 到伊朗 到伊朗 愣把那几个外交官就给接出去了 你这还是历史事实 他说最后很精彩 到电影完的时候 卡特出来说话 就是总统说当初这个事情啊 是当初他是秘密在他任内 最后是由当事人跑出来说话 就他们 他们是不是秘密的也有一个中宣部啊 为什么主旋律做的这么好啊 这我跟你讲 徐老师这说明啊 你不把人当弱智 就我在凤凰工作 我就很有这个体会啊 你别把我当弱智 你给我言论自由 我其实啊 是会为我这个自由负责任的 因为我是个成年人 你知道吗 我觉得美国好莱坞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 美国一发生枪击案 他好莱坞马上 把这个什么蝙蝠侠 什么这些电影里 枪击镜头去全剪了 就是他他是个成年人 他自己会感受社会上的种种 你知道 咱就扯远了啊 我还是说这个国土安全 你看 在这个烙在恐怖分子手里的 这么一个美国的海豹突击队 英雄队员被俘了 被俘虏呆了八年受尽折磨 最后呢 感觉是被洗脑了 信了伊斯兰教 嗯 偷偷的就给前回 就前回美国 然后呢 就是那个男主角 男主角 这是要得奖的 这是那个叫什么奖啊 金球奖得最佳男主角奖 女主角呢 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是个精神病 靠着吃这个精神病的药物 维持自己神经的正常 嗯 然后他一门心思就老是怀疑 这个男的 但是呢 他又爱上了这个男的 跟这个男的还有一腿 这个里面掺杂了很多东西 而且副总统是一个坏蛋 这个男的为什么要来报仇 为什么要替恐怖分子来回美国 要报复呢 因为这个副总统和中央情报局 发动了一次无人机的进攻 默示这个阿富汗吧是哪 还是阿富汗反正就就那个那个地区 就说多少个孩子死于这个无人机的轰炸之下 嗯 所以他就回来以正义的姿态啊 就报复这个美国 哎 用美国人报复美国 这也是恐怖分子蛮厉害的一招 我就在想的是什么 这里边的任何一个情节 我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是不是 不是说都是真的 要不是我还是爱我还是爱国呀 我想到的任何一个情节 我就想 哥在中国编剧能不能编这样的剧 不是整部剧都不成立啊 你怎么 台湾我觉得都不行 哎你们看过那个之前的间谍 那个有个很有名的那个潜伏啊 潜伏 那个跟这个很像吗 我没看过潜伏 所以我不知道 那个是是大前提是 在你们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 国民党的特工 什么屎盆子能全扣你们头上 全部坏的都是国民党 国民党 那这样就行 有什么想说 就像1942一样 你看见没有 1942这么沉痛的事 全部都是国民党的 有 有时候想说两句什么话呢 比如说这个 就被编刑了 反腐 不反腐往党 反腐往国什么的 对 也得安在你们蒋介石上 蒋介石 多爱台湾 没有我们 这么发 你知道吗 徐老师 为什么我觉得你会对我 你虽然没看这个戏 但是你会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感兴趣 为什么呢 就是我在讲美国的伟大 然后我恍然间更加觉得 不要再骂中国的导演了 中国导演更伟大 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 我们是在 你看了这个国土安全 你就知道 跟他们相比 我们可以拍媳妇的美好时代 所以就说中国的编剧 中国的导演 在这种限制之下 楚汉传奇 史上最贵大剧 对 就中国导演 他能够在一些夹缝里 还能够拍出点东西 你其实中国人是很聪明 所以我就 我就老说你要 我说一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允许不允许把北京炸了 恐怖分子在北京 安了一个天边广场 安了一个炸弹 这个事儿 这不是正能量 绝对不行 就是你知道 就教坏小孩 你知道中国是怎么一个 限制的题材 我们不能动 或者说 一个战争英雄 他怎么可能 是个被敌方洗脑了 一个中国的一个警察 怎么可能是个精神病 你明白吗 对 但是我又在想是 或许我们也不可以 把责任完全就怪在 就是中国政府 限制的太严 而是说这个社会 有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 这样的一个自由 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这有我们一直都在谈 我觉得就是民众的教育程度 或者是我们辨别是非 或者是多元思考的能力 是不是有完整 我觉得就像你说 比如说现在把这样子的一个戏在美国放 他不会真的说我就去认为每个CIA 或者每个警察都是精神病 我不会因此不相信警察 我也不会因此就怀疑我 就全面的怀疑我政府 所做的每一项政策 可能背后都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意思是说他们的这个社会 已经可以允许很多多元的声音存在的同时 那这样子的一个剧只是激发大家更多的不同角度去看事情而已 那只是激发大家的一个社会辩论 但我觉得这是好事 可是要有成熟的空间才有社会辩论 不然就会变成民族性 或者是他变得到最后就失控 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政府会觉得我们还没准备好这件事 我发现又婷倒是可以去当我们这个宣伐官 他好像发现他总宣布派对他对人民的了解很体贴很体贴 但是你你知道吗 你这里边潜伏着一种什么思路啊 就像你是个幼儿园的老阿姨 阿姨对吧 你觉得我行这事你跟我说我能承受得住 我聪明对吧 你们你们都那么幼稚 你们都那么傻 你们怎么能看呢 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老觉得我们这个创意产业发展不起来 幼儿有种幼儿教育保护儿童的行李 常常插那个银克松嘛 也是出于保护儿童的目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据说变成风景 但是你也被洗脑了 我告诉你 其实美国的这个通俗文化啊 好莱坞的东西 跟中国的主旋律啊 真的在本质上是有相通的 是 它的最相通点是三个 美国的戏呢 它是有个人英雄主义 就个人英雄主义要保护家人 保护小狗 可以杀很多人 但不能杀狗 你看啊 然后他呢 反对政府里边的一股势力 他他要反对政府 那个势力一般高到副总统 不大会到总统 偶然也到总统 那个那个那个谁拍过啊 那个可以说的 拍过一个总统杀了一个女的 后来他去揭露这个事情 偶然也到 但大部分情况是到副手 可以一直到上面 就政府里面一股邪恶的力量 但他捍卫的是美国法律的精神 最高的东西 中国也是这个模式啊 中国的模式是一个 一个英雄 通常有点匪弃的 要有点匪弃的 他跟坏人做斗争 这个坏人啊 贪官啊 通常是第二把手 每一级的第二把手都是坏的 但最后呢 第一把手是支持他的 所以他最后赢了 有人专门研究过说中国人呢 在最革命的时候 样板戏的时候 中国人最欣赏的还是土匪 你相信啊 杨子荣 就是最像土匪的一个战士 对 阿庆嫂 是一个最匪弃的个地下党员 嗯 你你仔细想想 而且叛徒王连举 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对 大家一直都记得 那家里新的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世界大欢乐集 丰功伟业 传后过 悲酒臣服 江山地 低醉酒多 风骨酒亡 悠然品黄山 一山一世界 鲜活的黄山 今天就一句话 不要三句话 今天一句话叫什么 感动中国名单 不是那个感动 就是你感动我 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谁感动中国 你知道吗 感动中国名单 一日本 二菲律宾 三朝鲜 四韩国 五美国 六越南 七英国 八台湾 九索马里海盗 然后下个名单是什么 中国感动 中国感动谁 中国感动名单 一临时工 二拆迁户 三外来打工仔 四流动小贩 五维权人士 六水货客 七捐款 八养老保险 九三胚小姐 十薄熙来 中国感动 咱们今天讲这个话题 也涉及到 什么东西感动中国 中国又感动什么题材 对不对 现在你知道那个 007要上了 那个Skyfall 在内地上 听说四十分钟被修改 主要领域里面不是 好来无想说 有中国女性 对 有中国女性 有澳门赌场 然后呢 有中国的保安 在路上被杀掉了 对 这些全都不可以 中国保安怎么可以被美国人杀 怎么会被英国人杀掉 都不行 然后中国女性 这个中国的帮女郎 有点暧昧 对 这到最后中国女郎 永远都是妓女 然后呢 都被牺牲 然后呢 对 所以他就被 这个整个剧情收拾 我想好莱坞就是想说 我们好不容易把 盖了一个 澳门赌场 那个赌场 我觉得不是 真的是假的 假的赌场 都盖了出来 花了钱 想讨好你们中国观众 想说 这个放点中国元素 可以这个赚票房就没想到 你们全减了 他也知道 这讨好还没找到方法 没错没错没错 不过他里面拍上海拍得很炫 拍得很漂亮 这倒是 不过我有一次在节目里讲了 我说我们看毛主席啊 形象啊 都是大部分都是 49年以前的 对不对 从长征到后 我说49年以后 毛主席的形象就比较少 结果后来很多人给我补上来 他说什么戏有啊 讲毛啊 音乐有啊 什么都有 但总体来说比较少 我是很认真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 我们拍这些电视剧啊 什么 这一段历史啊 不能人为的把它空白 现在的年轻的一代啊 对于这段历史啊 我觉得空白啊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你看我们没有什么戏啊 不管是正面反面的 讲50年代的土改 土改农业合作社 以前是全盘歌颂 后来像莫言他们小说里是否定 但是你到底怎么来写他这一段 比方大跃进 大跃进是有很多教训的 他也不是说完全应该否定的 三年自然灾 更不要讲是后来文革的这段事情 这个整个有30年的这个 这个时间哈 在我们的电视剧里面全部空白 怎么拍是一回事 我总觉得不应该全部空白 但是重点是在于怎么拍啊 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有很多题 我们尊照指示拍嘛 只是说某些方面是好的 某些方面是错的 但指示方面不会告诉你哪些是不好的吧 我觉得就是又婷说的那个 也有一定道理 就是说呀 好像过去很多东西不让拍 突然让拍了 就说这个人民群众 谁谁是人民群众 就人民群众能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 可是你知道另一方面 薛老师 我讲的还不仅是你这个问题 我讲的是说 比如说为什么说这个美剧 这个国土安全 包括很多美国的影视作品 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 我也想有一个很诚恳的建议 就是说呀 有些事吧 你不能弄得大家都跟傻子一样 因为大家事实上又不是傻子 这样会造成你这个社会 特别的脱节 为什么说脱节呢 你比如说像美国人拍的电影 好比说政府有可能做错事 政府有可能做坏事 这个是个常识 这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 没有人不明白这件事 你在电视剧里反映了这件事情 我认为不会颠覆你的什么政权 但是你要把这个事就全都按住 不能提都不能提的话 你以为就是很稳定了吗 其实不是 你变成了一个笑话 你知道吗 就是就像就是 真变成就说那个谁啊 国王的新衣了 谁都知道 你知道吗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美剧 老实说 他们都有那个歧视了 一说就是我们看美剧的 我们才不看你中国电视剧呢 拍再好也不看 为什么 他看美剧的人呢 至少他觉得很多地方 你没有侮辱我的智力 你知道吗 承认同性恋是存在的 承认这个一个警察可能会吸毒 承认这个警察可能会堕落 这个没有欺负 没有把我当傻子 你知道吗 至少每剧人家的编剧 你就会觉得国土安全 这个一季第二季 听说比第一季拍的更好 你知道你就看出美国这个编剧里边 他这个精英啊 人家编的这种情节啊 是如此的天马行空 千回百转 而且我还不是完全想象 他其实有根据一些事实 所以他们有些编剧 例如说你编的是医院的剧 他不会说只找一些写剧本的人 他还会找真的的医生 或者是真正 他们会做很多的调研吧 反应部分的事实出来 他才会有说服力了 对 那另外我刚才说到 我觉得中国政府除了不想 你不相信人民 你也得相信自己啊 就是要有底气 没错 随便你讲 如果我真的好 随便你怎么玷污 我就是好了 没错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告诉大家 就是就像国皇 你遮收不这样一遮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下面是不好看的 在中国啊 我觉得不是缺编剧 你要说赵洪霞吧 这个戏就挺精力的 你不用一计时就写 长宴 最好的编剧 最好的编剧 所以中国现在最好看是什么 纪录片 你说对吧 这叫真人真事 就是要拍真人真事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 编剧编假的东西吧 男权 很不自由 限制重重 很不自然 但是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东西呢 比美剧很好看 就是 而且你知道你刚才讲的 高红霞 我觉得 这不就是一个连续剧的名字吗 红霞满天飞 徐老师一迎红霞 枪枪三人行 果告之后见 角度正确 才能结合组装 结构稳固 才能向上发展 无限创意 丰富下riqueRep 为人类留下恒久传承的梦想建筑 祝梦天下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排 世界欢乐汇聚长龙 欢乐长龙更多欢乐 广州长龙旅游度假区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软将 五井购酒 对买家居的前前后后我都有要求 你懂吗 他们懂 133位红星梅凯隆家居服务专家 让您全程书心无忧 懂家居更懂我 红星梅凯隆引领家居27年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讲到这个 从国土安全看到美国的伟大 看到中国更伟大 这个题目啊 我不经常想起啊 去年围绕着国土安全发生过一件事 这件事情也可圈可点 去年的10月18号 黎巴嫩政府 你知道吗 准备控告这个国土安全 这部美剧 原因是什么呢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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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了黎巴嫩国家形象 把我们的首都贝鲁特 刻画成恐怖分子之都 你看他具体的理由啊 虽然国土安全不是在黎巴嫩取景 而是在邻国以色列取的 但是他的背景 故事背景设在贝鲁特 字幕上写明的地点 也是贝鲁特 这部电视剧收视率很高 黎巴嫩在剧中的形象 会直接影响我国的旅游业 如果人们相信 他们在剧中看到的场景 他们就不会来黎巴嫩旅游了 好 18号他们本来准备状告 但是就在19号 贝鲁特发生一起 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80多人死伤 黎巴嫩安全部队情报局长 维萨姆哈桑不幸遇难 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美国政府不会控告他自己 就说你们拍这个剧 把美国总统说成什么人了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升级为一种 外交的一种 他应该进一步控告 他说就是因为你这个剧播了 导致我这里发生了炸弹爆炸 所以恐怖分子到我们这边 可以有机可乘 所以他们进一步这样 社会效果说嘛 这个以前一直有这样的社会效果 所以徐老师我跟你说的问题 就是你也在美国待过 我说虽然他跟中国 确实有很多礼路相似 但是就这个地方 我感觉到这个国家 怎么对自己那么有自信心呢 他有个大的礼路不同 就是说我到美国酒吧里喝酒 我老盼着他们打架 因为我电影里看到那些酒吧 都是打架 可是我在那里等了半天 他们都不打 等了半天都不打 所以我才知道他们呢 是荧幕比生活更脏 我们呢是荧幕比生活更干净 那台湾是荧幕比生活脏 香港也脏 香港你电影里整天都是 黑手装打来打去枪战 不得了 对对对 我来到香港 你看到街上有放枪吗 你一次都没蹦到过 穿龙纹身的女孩 龙纹身的女孩 在美国放 哎呀很多人喜欢 女的把男的扣起来 偷拍他强奸的这个录像 最后讹诈他 这样的事情 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少发生 我们在电影里不会出现 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红侠类就很多 就是说主要还是个电视机 放低放高的 我们象征于你 就是美国对他说自己 他是宣誓 我们是教育 这个是 我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馆文明起始度 他到最后大节目 永远都是光明的 永远是谁